我們來看這個便當有多少膳食纖維 當然這個便當比較特殊是 它是自助餐可以自己點 自己點的過程中呢 就可以挑選四樣菜 全部都挑蔬菜 當然它的量會比較多一點 那我們也假設說 我們在挑選的過程當中 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就假設都是挑膳食纖維為主的 像在小黃瓜 高麗菜 目前為止127 這個肉絲把它拿掉 這樣子秤完以後感覺不好看 一點都不可口 當然我們是為了做實測 當然很多人會挑豆腐啦 豆干啦 等等的非膳食纖維類的東西 那有些很細色的地方挑不乾淨 這樣是257克 這樣是257克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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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